这个窘迫的男人带着他气场露露的儿子来到热狗摊前 男人翻遍了整个钱包 也未能凑过一个热狗的钱 他对儿子说着抱歉的话 并保证今天一定会找到工作不再让你挨了 热狗摊主听到傅泽雅的对话 心声野鸣 虽然门庭冷清 生意惨淡 摊主还是免费地送了男孩一个热狗 父亲委婉地拒绝着 男人真诚表示感谢后 独自来到餐厅面试 试着见到这个不绣蝙蝠的男人 谢绝他入内 男人表明自己已预约后 试着才愿意告知餐厅老板 餐厅老板在得知自己预约的主厨来面试时 迫不及待转身笑脸相迎 不曾想到站在自己面前的 竟然是一个一桌欠土的男人 餐厅老板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和侍从确认再三后依旧满脸疑惑 言辞净险戏谑 曾经老板嫁完竹克林以后 男人沮丧地离开 儿子期待地向前询问父亲面试结果 男人不断向儿子道歉 热狗谈处不解地询问被拒原因 这些人说他们一看我 然后咱们的结局是绝对 我希望你认为我会不会赔回你 这些都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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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狗坛主将一个热狗作为签约奖励体给男人 男人咬了一大口热狗 随即发挥他的职业优势 提一下热狗配方调整 口感将会更好 男人的大脑不断给他传递新的美食配方 就在这时 餐厅老板经过热狗店 发现男人后依旧不忘上前奚落一番 并扬言不久他将带走热狗店所剩无几的顾客 男人听到这样的言辞被由变得丧气 看 如果你改变你的心 不 不 不 男人用他多年的餐厅管理经验 尝试更多食材 创造全新风格 当儿子吃到改良后的第一口热狗 嘴里竟是美妙滋味 男人又丰富了菜单内容 不久 热狗餐开始排长队 热狗餐的生意开始回暖 美味的食物让顾客们口口相传 许多人慕名而来 被有电视台对男人和热狗餐做分体报道 顾客蜂拥而至 长长的队伍已经挡住餐厅的大门 餐厅老板被由向排队者询问 一眼盲人的男人看像儿子 儿子摇了摇头 男人拒绝了餐厅老板 热狗餐厅来到男人分寸 男人将他赚取的收入如数交给摊主 摊主将钱还给男人 男人和儿子不停说着感谢 热狗摊主说他们帮他赚的钱足够来两个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